非常感谢各位来宾今天笑 能够陪伴我们 用圣诞感恩乐会 来度过我们喜乐家族 十五周年的生日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心得虚许多多的神迹 祂曾经使水变成酒 祂曾平静风和浪 祂也抑制了瞎眼的得看见 缺腿的走路 甚至呢 祂是死人复活 其中有一个神迹 是跟小孩子有关系的 就是祂曾经使用一个小朋友 祂自己的一个午餐 五个饼 两条小鱼 祂喂饱了超过一万个人 这样一个五饼鳄鱼的神迹 这个五饼鳄鱼 祂的意思呢 其实代表着一个 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资源 也就是说祂只能 喂饱自己的一顿饭 但是当祂这个小孩子 愿意把这个资源 叫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 耶稣就可以用它发挥 千万倍的影响力 在过去这十五年 邪的家族经历了 二十一世纪的 五饼鳄鱼的神迹 在十五年前 当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潘牧师 还有董事谢牧师 当他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 身心障碍的家庭 他们两位其实都很忙 都自己各自在教会有很多的工作 但是当他们愿意把他们 仅仅有的一点时间 来关心这样的家庭 把他们的资源交给耶稣的时候 最后这十五年来 这样的资源 这样的爱心 在上帝的手中 竟然十倍百倍千倍的放大 他们现在喜乐家族 关心超过五百个家庭 而且受这样影响的人数 成千上万 不只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甚至影响到海峡的对岸 许许多多的家庭 而我们喜乐家族的孩子们跟家长们 也一同经历了这个五品二鱼的神迹 大家知道 这些躺宝宝 这些自闭症 身心障碍 发展迟缓的孩子 在一般人的眼中 好像只是社会的负担 他们能够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 但是 当我们这些喜乐家族的家长们 孩子们 愿意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 耶稣不只改变了这些人的家庭 让他们从黑暗的角落走出来 成为灿烂的阳光 甚至上帝用这些孩子们 家长们 就像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的音乐会 他影响了激励了许许多多 像我们这样子 所谓正常的人们 各位喜乐天使 还有各位长期支持 喜乐家族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爱心 一同成就了这个 现代的母品爱语的神机 那我也知道 今天有许多是第一次 迎着我们的这些好朋友 邀请你们来 一起来关心 来了解 来参与我们 这个喜乐家族的活动 我邀请你们 跟我们一同 来经历 来参与 这个现代的 无品爱语的神机 今天下午再次谢谢大家 也预祝大家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总市长 感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